今天是一起非常爽的大型玩具开箱 大家如果要给孩子囤玩具选礼物 都可以参考这支视频 首先从抑制玩具开始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数字积木 这次又入了10-20的版本 自从给大家推荐的Nemoblox 陆续有妈妈跟我反馈 孩子通过看她的动画片 学会了加减法 这个数字积木就特别适合搭配着玩 它就是把数字的概念具象化了 上面还有一些搭配的表情都很可爱 真的是一款很好的 用来学习数学的玩教具 这次我还选了一个搭配玩的天秤 你看哦 两面都放三 这个天秤的嘴就是等于 我这边多放一个 四就大于三 把三拿出来 小朋友就可以了解小于等于大于的概念 它里面还有各种搭配的提卡 做拓展的学习 这就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齿纹积木 大家如果去找Sam玩具推荐 都会搜到它 这个是嘟嘟做的 它既有平面的 有这种立体的 它只要能转 就可以带动所有的齿纹转动 所以它不仅可以让小朋友 发挥它的创造力去搭建 还可以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个齿纹积木 可以玩出非常多的花样 我大人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还选了一个 他们家很火的面条自助餐 我看一岁多的小宝我就可以玩 但是嘟嘟现在四岁多 依然很爱它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玩法 非常多 它里面有不同长短的面条和食物 小朋友刚开始玩 可以按食物的类型 或者颜色来分类 每个小宝都配了一个夹子 炸食物的过程 就锻炼了他们的精气动作 小朋友还可以根据菜单 去做出不同的食物 就嘟嘟现在四岁多 依然对这种过家家的玩具 乐子不疲 Smart Games我选了两款 非常经典的闯关类的桌游 三只小猪和卡车 装装乐 他们家的玩具就非常的练脑 三只小猪每一关 狼和小猪都在不同的位置 然后需要通过摆放房子 把小猪保护在里面 狼呢 躺在外面 它的难度会不断地递增 很考验小朋友的逻辑思维 和空间的想象力 猪猪第一次玩的时候 就玩到了十几关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它这里面还送了一本 三只小猪的图画书 这个卡车装装乐的难度 要更高一些 它里面有三辆车 就要根据提卡 把它对应的积木 装进这个车里面 并且保证它不会 超过这个车的范围 它一开始只需要装一辆车 后面你需要装两辆车 甚至到三辆车 所以难度是越来越高 就我大人都觉得 有一点点挑战 还是挺锻炼孩子的 Smart Max的Sleevebong 我之前有推荐过 它们的图腾款 适合作为入门的闯关桌游 然后这次给我们家弟弟 加排了它磁力棒的套装 它里面的球和棒子都非常大个 就很适合一岁多的小朋友玩 然后我发现 它还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花样 颜色也很丰富 这个套装里面还有这种弯曲的 无论是平面还是立体 都能玩出很多花样 再就是大运动类的感动训练玩具 给大家推荐三个 都是在家和在户外都可以玩的 首先就是这个彩虹的过河石 其实它是非常轻的 所以小朋友自己就能搬动 然后嘟嘟看到它 立马就能get怎么玩 他们在学校也有类似的玩具 首先你就是把它当成过河的石头 这样任意摆放 从上面走过来走过去 就很锻炼小朋友的平衡力 它还有一个平衡板 也是可以踩在上面的 嘟嘟还喜欢把它就是垒高一点 可以当做凳子做 第三个玩法就是把它们倒过来 就像一个碗一样 它就会把不同颜色的玩具 收纳在不同的这个石头里面 这个玩具它玩了好一阵子都没有腻 真的是火的有道理 然后就是这个三合一的瓢虫运动机 也很好玩 我们家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套圈模式 这个我们全家的参与度都很高 它有这种跳绳和发射火箭的玩法 都很有意思 而且现在出到了五合一 还有疯狂躲避球和躲避杆 接下来是这个对接球 也很适合大人小孩一起玩 每人都有一个接球器 里面放一个球 你按一下这个它会飞出去 对方就需要用它的接球器接到 所以很考虑小朋友的反应力和运动能力 接下来是适合女孩子的玩具 因为经常有些妈妈问我 不知道给别人家的女儿送点什么 那我就来给你们点思路 这种带咕咕咕咕咕 闪片的小包 女孩子真的无法拒绝 孩子们很喜欢玩这些闪片 把它拨来拨去的 然后它既可以当钥匙扣 也可以当挂坠 挂在他们的书包上 然后它还配了挂绳 小朋友可以直接背在身上 也很可爱 然后这个小包里面 还可以收纳一些他们的小玩意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精致 我妈都问都督能不能送她一个 它还有一个这种大的独角兽款 上面也是这种bling bling的闪片 它的背上拉开 也是可以放一点小东西的 还配了链条 背着就很拉风 我相信女孩子都会喜欢这个礼物的 然后就是指甲油 现在都督周末就会自己涂指甲油 这样上学就可以漂漂亮亮的去 小女孩就真的是很喜欢打扮 之前就有推荐过Flyo他们家的闪片系列 它的刷头很好用 而且涂上之后很容易撕掉 然后它现在出了纯色的版本 有粉色绿色和蓝色 都是这种奶油色系的 小朋友涂起来也特别的可爱 然后我还准备了这种贴纸 可以贴纹身 贴纸加贴耳朵 然后它里面有500多款 所以够都督晚一阵子了 然后女孩三岁多 就可以开始玩这种串珠了 就可以做出很可爱的手镯和项链 而且这一款很有意思的是 有点像开盲盒一样 小朋友就需要去抠 然后看看里面有什么 我当时一直让嘟嘟忍着 等妈妈直播完了再打开玩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可爱 可以做手工的 是奶油胶的法式套装 它里面有梳子加卡子 然后需要小朋友自己用奶油胶粘上去 然后等它固定了之后就可以用 然后迷路我就送了他们的笔西马克笔 看着好爽 它自带一个这种小包包可以提 还说这种背带也可以背着 所以小朋友想带画笔出去的话就很方便 然后它这个包外面是可以填色的 所以小朋友可以DIY出属于自己的包包 然后丙夕的马克笔 它的覆盖能力特别强 所以在任何的平面上都可以做画 其实这个当礼物送小朋友 他们也会很开心 然后迷路家的拼图 我们也是从小玩到大 这次入了一个五节童话故事的主题 已经是100片以上了 他们家的拼图 现在都自带收纳带就特别好 然后外面会告诉你 这里面是什么图案的 就很方便 也没有那么占位子了 然后是两台非常便携的玩具 就出门旅行都可以带着 首先就是这个水彩画本 它里面有个小刷子 然后是自带颜料的 你给小刷子沾沾水 就可以给这边的图案填色 然后它这个纸可以这样撕下来 出门玩就很方便 然后它有旅行啊 动物啊 童话故事的主题 可以选小朋友喜欢的 再就是这个磁力小铁盒 就可以玩这些变装游戏 可以给这些公主 选不同的场景啊 裙子啊 鞋子 就有种过大家的感觉 然后它又是这种磁性的 我觉得它都可以当铅笔盒用 然后还有不同职业交通工具的主题 接下来是比较低幼一点的 会发声的玩具 这个VTEC的点读书 在海外真的是人手一本 基本上小朋友一岁多 都会特别喜欢玩它 它这款里面呢 就有100个石油的单词 然后我录的这个国内的版本呢 它就有中音双语的 一点就会发声 然后它里面的讲解 还有些拓展 然后它里面还有各种有趣的音效 所以这里面内容还挺丰富的 我们家弟弟可以玩好一阵子 然后这次VTEC非常火的冰淇淋车 我们也会上 贿赂的这三款车 也是我们弟弟一岁后的最爱 还有救护车 消防车和工具车 每一个它都能玩很久 它不但有很多小机关可以玩 还可以发声 而且是中音双语的 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也是有音效的 然后它里面还会普及一些消防的知识 真的蛮有意思的 它还可以开 遇到路障还会躲避 我们家小弟有时候会把三款同时打开 就特别的壮观 最后是Pingwheel 他们最近新出的这个警察 抓小偷的桌有特别的火 它就是很考虑小朋友的观察能力 嘟嘟比我玩的还厉害 所以它特别有成就感 然后圣诞快到了 我就选了一个非常应景的圣诞拨球 这个比较低幼 两岁不到的小朋友就可以玩了 他就需要看这个框的颜色 然后把对应颜色的球放进去 就给组成一个可爱的图案 最后是一个做手工的玩具 毛毛贴一件画 嘟嘟已经开始玩了 他很喜欢 就是需要把这些小毛球 贴到对应的颜色上面 然后就组成了一个非常可爱一体的画 我觉得这一部玩具都太值得 可以推荐了 小朋友收到也一定会很喜欢的 感谢观看